哈喽我是小宝 欢迎来到生活那些事 如果你是想要看真实的评测 那么你可以跳过这段视频 但如果你没有时间追剧 那么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期精华 希望能在未来对你在购买的时候 能够有更多不一样的看法 开始之前 希望你能帮忙订阅以及分享 你放心 我们的出片速度不会很快 所以你不会一直收到小铃铛的通知 但我们所推荐的东西 绝对都是花上非常多的时间 整理来的高CP值的资讯 好了 废话不多说 让我们进入正题 其实大疆在发布这款OSMO Action的时候 我也正处在一个寻找一台新的运动相机的阶段 那么刚好我在YouTube上就看到了这个非常多的大神 然后YouTube以及很多的工作室 分别发表了很多很多的开箱 以及评测的视频 那说实话我在第一次看到第一支视频的时候 我非常的激动 那我甚至已经点到购物网站去 然后已经把它加入到我的购物车里面 但是后来我又接着看了二三十个视频之后呢 我忍住冲动了 OK 那我先总结一下 目前在各大视频 以及各大相关的讨论串里面 会常见到的几种有关运动相机的参考标准 那这些呢 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群组的分类 来一一做说明 好 那第一点 我们先来谈谈操作界面 一款好的电子产品 它必须要有非常优良的操作界面 因为这个会非常极大的影响到我们使用的体验 而大多数的视频当中 都会跟你强调 这台机制上 它有多少多少可以调整的参数跟设定 但是对于一个小白 一个普通的用户 或甚至是一个年纪稍长的人来说 你会care这些东西吗 我想答案是肯定的 但不论你care与否 我想最重要的莫过于触控屏的滑顺感 在这个人手一支智慧手机的年代 如果你拿到的那个产品 它的触控屏体验非常的差的话 那会让你有一种回到十年前的感觉 在这一点上面 我想小以4K是最先在触控屏体验上 做到非常良好的一个产品 因此我认为操作界面 应该是第一优先考虑的东西 再来我们谈谈EIS电子防抖 与FOV的视野角度 不可否认的是 用广角的运动相机 所拍摄出来的风景视频也好 或甚至是人物视频 都能获得一定非常好的 非常良好的视觉感 相对的角度越大的话 它所拍摄出来的 这个视觉感会更加的壮阔 也许有些人会说 角度越大 机变越大 但我想这个问题是相对的 如果说你今天拍摄的是一个很远的山景 而非高耸的建筑物的话 那么我想这个问题不会太大 而相对于这个问题 你更应该关心的是EIS电子防抖 因为目前的电子防抖 都是各个厂家 他们用他们自己及时的一个演算方式 然后对画面进行一定程度的裁切 来达成电子防抖的一个目的 所以裁切了多少就相对来说非常的重要 一般来说呢 厂家会用很小的字样去说明这个问题 这个部分的参数 但是呢 部分的厂家可能连讲都不会讲 他只会告诉你 你的FOV有多大 那么这个部分只能够透过实际的测试对比 去做比较 至少在目前为止 我没有在 各大视频网站上看见 有比较专门的评测 针对这个部分所做的一个评测 通常都只是在片段中 然后有画面稍微的就是带过 如果你没有仔细去细看的话 其实你不会特别的去发现到这个东西 所以记住 重点不在于EIS的电子防抖 而是在于它到底裁切了多少 这是需要注意的部分 接下来谈谈画质 帧数与后期的能力 说到画质 我想大多数人肯定直接选择最高画质 4K 很简单 因为这个是未来的趋势 即便目前帧4K电视 跟显示器都尚未完全普及 但是呢 在未来的情况下来说 它肯定会普及的 相比之下 帧数要更优先的来考虑 因为高帧数的拍摄出来的视频 可以非常大大的提升 整个视频的流畅感 以及细腻度 这个东西必须要你实际去亲眼看 看过这个30帧60帧或是120帧的视频的时候 你才能够体会出那个中间的细腻度的不一样 而高帧数的视频呢 也方便我们在后期处理的时候呢 可以处理成慢动作的影片 但是相对来说高帧数的痛处就是极大的储存空间 当然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部分 而后期的处理能力呢 就牵涉到它是否有一些特别的色彩模式 我不是专业的 所以我无法一一列举出那些名字 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自己上网去看 或者是说它有没有HDR模式 而这些模式能够在何种画质 何种帧数下能够正常的使用 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举例来说厂家在宣传上都会用抖大的字样 写着高清HDR 但是能实际上拍摄的 可能只有在30帧60帧 或甚至是拍照的模式下才能使用 所以如果你期望能够获得更好的拍摄效果 以及后期处理的能力的话 这个部分你就不得不特别的去注意它 并且多做比较 好 再来我们谈谈防水 自带的收音效果 以及是否可以外接麦克风 一般影片都会用Volk的角度去看待 这个东西适不适合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没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说是否可以外接麦克风这个部分 我们今天就不讨论了 对一般用户而言 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前面的两个点 也就是防水以及自带的收音效果 防水这个部分分成了裸机防水 以及你需要加装一个防水壳来做防水 你说这有影响吗 肯定有影响 这大大的影响了自带的收音效果 因为如果你今天用的 它是需要加一个防水壳的话 那么你可以试着想象 当你今天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 你用手把它捂住 捂住你自己的耳朵 你可以想象一下那种感觉 在你收音起来的时候呢 你就会获得同样的效果 目前在装了防水壳之后 依然还能够有非常良好收音的 貌似只有Garmin的Verb30这款型号的运动相机 但是在网上的测试视频里边 并没有太多相关的评测 都只有简单的带过而已 没有非常专业的测试 所以同样在防水的状态下做收音的对比的时候 我想裸机防水的机型 即便它自身所带的收音效果 不是挺好的情况下 它依然会远比你需要用防水壳来进行防水的机子 这收音要来的好上很多 然而收音的音质来说呢 各有优缺 也各有极不同的适用性 所以这个我们就不多讨论 以后有机会我们在未来的视频里面 有可能会提出来让各位知道它到底差别在哪里 所以说如果你预算够的话 裸机防水绝对是你要考虑的一个因素之一 因为这会大大的提升你的使用的这个广泛性 而且你今天如果在户外拍摄的时候 你根本不用害怕下雨天 你可以很轻松的继续你的视频拍摄 好最后我们说说自带的屏幕 我想自带的屏幕只需要注意的部分 只有它屏幕的大小问题 毕竟大一点 看起来确实要更加的舒服一点 而滑动上的操作呢 对于这种胖胖子来说 也相对来说要更加的简单 而这一次的OSMO Action加了一个前屏幕 说实话非常非常的吸引人 然而大多数的视频都会告诉你 有个前屏幕或者有个翻转的视频 可以让你在拍摄时 可以指着后面做介绍 或者是可以看到后面的状况 说实话我真心认为这个是没有什么用的 因为呢面对一个这么小的屏幕 然后你得拿这样的一个距离 拿着这样子的时候呢 你还能够看得清里面的一些细节的话 说实话那我想我只能叫你一声阴眼 一般来说你还是得回头看 例如 看这个LED灯 所以我们还是回归一般用户的使用上 前屏幕确实对于我们在自拍的时候 有一定程度的帮助 尤其是平常不习惯自拍的人 至少你终于可以在第一时间能够大概的确认 你的上半身你所要拍摄的部分是否在画面当中 而不会被做到裁切 至于亮度很重要 但是我想不用盲目的去追求 因为即便再高的尼特数 都没有办法让你在大太阳底下看得清清楚楚 你可以对比一下你自己的手机 然后去对比你身边周遭亲朋好友的手机 你就能知道 尤其是当你今天曝晒在阳光下一段时间之后呢 人的眼睛呢 是会产生一定程度的疲劳 而让你根本也看不太清楚这个屏幕 再加上如果你跟我一样戴了一个变色镜片 或甚至你戴了一只太阳眼镜 那么说实话 这点你真心可以不用考虑 因为结果是差不多的 除非啊 除非你所戴的眼镜呢 它是可以完全的只过滤掉太阳光 而保留人造光 好吧 我想这个会是未来的一个 做眼镜的一个商机之一啊 好啦 这期节目就到这边为止 感谢你的收看 如果可以的话 请麻烦帮忙订阅加分享 你的鼓励会推动我们做出更好的节目 感谢各位 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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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